一具男尸被挂在塔吊上 而对面正是警察总部 这简直就是对警方的挑衅 吃瓜群众都被这一幕吓坏了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 当刑警队长老崔掀开白布时 脸上的表情顿时凝固了 手下马哥问他是否认识 老崔却连连摇头 其实死者他不仅认识 而且还是他亲手杀的 就在遥远的两天前 局长告知老崔打算让他晋升 弟兄们得知消息纷纷对他表示祝贺 当晚还为他办了一场庆功宴 并凑钱送了他一个精致的领带家 久过三巡之后 老崔坐上出租车离开 却不知他的命运也即将改变 途中他闭眼休息了一回 醒来时才发现这不是回家的路 他赶紧让司机停车 可司机不仅无动于衷 反而把车开到了荒郊野外 老崔下车质问他是什么人 司机却拿了把小刀向他刺来 但老崔毕竟是刑警队长 伸手自然不在话下 两人在扭打时老崔不幸误杀了司机 由于片刻后他还是打算报警 可恰巧局长打来电话 告诉他最近不要惹事 专心等着升职就行 为了自己的前途 老崔迅速清理了现场的痕迹 一切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 他都擦拭了一点 然后扔下尸体一走了之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隔天尸体就被挂在警局对面 那辆出租车也被马哥发现 老崔自认为坐得天衣无缝 可手下阿伟却在车上找到了那枚领带家 但他并没有声张 而是偷偷藏了起来 随后他们在后备箱里发现血迹 确认了这就是运送尸体的车辆 此次事件经媒体报道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局长下令必须尽快找出凶手 否则警队的声誉将荡然无存 由于老崔提前清理了现场 所以调查组并没有找到线索 马哥根据出租车号码牌 开始逐一排查案发当晚的监控 很快他们便有了发现 当时车上有一位乘客 但由于光线太暗根本看不清楚 与此同时 法医也在死者指甲缝里找到一些皮鞋 马哥推测这可能就是凶手了 他却没注意到老崔脖子上的伤 老崔知道早晚会查到自己头上 于是他趁同事不注意 偷走了自己上车时的监控录像 可这一幕恰好又被阿伟看到 但他依旧没有拆穿 只是说发现了可疑的身影 众人立马过去查看 这次拍到的是运送尸体的嫌疑人 而且正脸拍得非常清楚 于是警方立即前往抓捕 他们刚赶到地方就碰上了嫌疑人 众人迅速下车追赶 对方明显对周围比较熟悉 没一会就将警察成功甩掉 巧的是嫌疑人恰好被老崔堵住了 长毛说自己是拿钱办事 只负责把人和车送到现场 老崔逼问他是谁指使的 但长毛死活不肯说 于是老崔关掉对讲机 打算杀人灭口 长毛看出了老崔的想法 他拿起铁棍准备拼死一搏 可最终还是被一枪击毙 老崔一转头发现阿伟就站在身后 而马哥等人也赶了过来 但他们并没有说什么 嫌疑人的死让局长非常生气 同事们纷纷作证说老崔是正当防卫 这才让局长平息了怒骨 经过调查得知 长毛和前一个死者根本不认识 唯一的联系是两人都吸食同一种面粉 但这种面粉在首尔很难买到 很可能是两人争强导致相互残杀 只要等死者指缝里的皮屑检测结果出来 便能确认长毛是不是凶手 然而局长却等不及了 当即召开发布会宣布已经破案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 毫无疑问的根本对不上 老崔其实早就猜到了 局长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 让老崔做一份假的报告赶紧结案 反正长毛已经死了 这个锅就由他来背 老崔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但幕后主使一直没出现 他还得继续暗中调查 随后老崔找到当地的面粉贩子 并从他口中逼问出上级的名字 此人名叫小金 在一家公司做经纪人 接着老崔又找了过去 可同事说小金一直没上班 并且始终联系不上他 线索也再次中断 另一边的阿伟也坐不住了 他早就看到了老崔偷走监控光盘 随后他来到交警队 以调查为借口重新拷贝了一份 发现当晚乘坐出租车的正是老崔 这也说明他就是凶手 于是阿伟找到老崔 把光盘和领带夹都拿了出来 希望他能悬崖勒马就此收手 说完阿伟便转身离开 老崔也不知该如何解释 第二天他接到小金同事的电话 对方说在档案里查到了小金的住址 老崔当即找了过去 但屋里却一个人也没有 只在桌上发现了一本日历 上面标注了三个日期 老崔给马哥打去电话 让他查一下这些日期有没有事情发生 马哥告诉他这三天发生了三起案件 并且死者都是警察 而且还是老崔曾经的队友 老崔当即想到了什么 15年前他还是一个小警员 某天他们接到一起投毒案 何等他们赶到地方时 地上已经躺满了尸体 这次行动负责人正是现在的局长 调查组成员则是三个死去的警察和老崔 由于上级不断施压 他们抓到了一个嫌疑人老金 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其定罪 难道这一切与当年的案子有关 老崔立即查阅了相关资料 果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男孩躲在桌子后面 眼睁睁看着父亲被小混混殴打 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出口气 他盯上了一旁的药品 父亲并不知道查理被下了药 依旧像往常一样给他们端茶倒水 这些小混混也都没有怀疑 几分钟后药性发作了 一个个全都倒在地上 等警方赶到现场时 总共发现了12具尸体 为了紧早结案 他们直接给男孩的父亲老金定了罪 小金不停地解释自己才是凶手 可根本没人相信他说的 看着父亲被警察带走 仇恨的种子也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回想起此事的老崔立马查阅了案件资料 发现小金果然就是当年的男孩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小金竟然主动前来自首 并指定老崔单独审问 还让他关闭麦克风 小金说就是自己让司机杀的老崔 没想到司机被反杀了 这次他也不是来自首的 而是来威胁老崔杀掉局长 因为局长正是当年行动的负责人 不然就把老崔杀人的证据公布出来 老崔不想一错再错 于是果断拒绝了 回到办公室的老崔思考了很久 他卸下工作证和配枪 打算去找局长自首 可马哥说局长出去应酬 小金也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老崔意识到局长可能有危险 于是他赶紧冲了出去 马哥对此心生疑虑 随后查询了小金的信息 发现刚才的小金并不是老金的儿子 真正的小金竟然是同事阿伟 这时警方收到一条信息 里面的内容正是老崔杀害司机的路向 副局长当即下令抓捕老崔 另一边的老崔刚赶到局长应酬的地 可还是晚了一步 局长的坐驾已被炸了个稀碎 与此同时 马哥也堵住了阿伟 他希望阿伟及时收手 不料却遭到对方偷袭 马哥也不惯着他 一把将他掀翻在地 如今的阿伟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他趁马哥不注意再次发起偷袭 接着举起手里的枪 直接给我马哥整死了 而此时的假小金刚注射了一管药 等老崔找到他时 他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和小金是儿时的玩伴 之所以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替小金的父亲报仇 说完他就应用药过量去了西北 老崔还没缓过神来 随后又接到了阿伟的电话 阿伟说老崔的儿子在自己手里 这可把他吓坏了 两人约在一个公园见面 下车后老崔用枪指着阿伟 但阿伟并没有伤害他儿子 当年阿伟的父亲被诬陷为杀人凶手 让他从此抬不起头 阿伟逼老崔杀了自己 让他的儿子也有个杀人犯的父亲 此时大批警察赶到现场 老崔对当初的行为十分后悔 他最终也没有动手 而是扔掉手里的枪 任由警察将自己带走 大仇得报的阿伟也没了活着的意义 他果断选择开枪自尽 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就是让老崔的儿子 也体验一把自己当年的绝望 电影也到此结束